近日的篮球圈,菲律宾男篮可是风头不小,先是上演群殴,后除尔反尔,到NBA克拉克森事件让他们成了篮球界谈论的焦点。 如今经历一波三折,后这位骑士队的球员克拉克森,已经确定了参加本届亚运会,而且他还成为了菲律宾本届亚运会的开幕式起手。 在成功代表菲律宾男篮出战后,克拉克森姐接受了采访,但是在采访时候的表情,令人哭笑不得,如图。 图片中的克拉克森一脸的无奈,看不出代表国家出战的喜悦,他在采访中说,谢谢所有人,谢谢骑士,谢谢NBA给我这个机会,我很开心。 随后,有球迷给这张图片,配上了对话文字,更是让人笑出声。 故事是这样的,菲律宾男篮,你来打压云会部,美金大大的有克拉克森,先给定金,欲不可抗力不退,一回头,克,帮我找个理由。 其实,好的,给你个文去忽悠,克,你看,NBA不让打,非,人家周旗打的,克,什么,亚洲还有NBA的,非,钱都收了,不来我告你,哈哈,虽然是个开玩笑的小故事,但是反映了克拉克森为菲律宾出战的一波三折。 你有没有被笑到呢?克拉克森的能力在NBA中虽然不属于球星行列,在NBA生涯可以场均得到14.1分,在进攻端的能力十分出色,这样的能力在亚运会的赛场上,可以用呼风唤雨来形容了。 拿周旗来讲,周旗只是在NBA中待了一年,而且,这一年中并没有很多的出场时间,回国后的第一场比赛,就轻轻松松,砍下22加8的数据,可以而知,克拉克森的亚运会赛场上的威力有多大,克拉克森的加盟也让菲律宾南兰的实力有了支的变化。 中国对本届亚运会的首位对手就是菲律宾南兰,到时候谁能笑到最后,让我们拭目以待吧,到时候不要忘了给南兰的小伙子们加油哦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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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